手作时间 今天我们要用黏土来做青蛙哦 赶快来看看要准备哪些材料吧 开始前先用湿纸巾擦手 再擦上护手霜 在制作下一个黏土之前 记得先清洁双手 避免黏土的颜色沾染 我们先拿起绿色的黏土 搓成一个圆形 当做青蛙的头 再搓另一个比较小的黏土 当做青蛙的身体 然后来做青蛙的脚 把绿色黏土搓成长条形 并分成两半 我们把其中一边搓尖一点 另一只脚也是搓尖 再压出青蛙的脚掌 用模型刀把青蛙的弧做出来 现在我们来做另外两只脚 一样把黏土搓成长条状 接着分成两半 然后在其中一边搓尖 另一只脚的其中一边也搓尖 我们把脚的弧度做出来 脚步也把它磕出来 现在我们取一些黄色黏土来做肚子 把黏土搓圆 然后压平它 接着是青蛙的两颗大眼睛 先取下两个同等份的白色黏土 分别把这两个黏土都搓得圆圆的 最后再稍微压一压 再来是青蛙的黑色眼珠 取一点黑色黏土搓圆 然后直分它 分成两块以后 一样把它们都搓圆搓圆 把它贴上去白色的眼球上 最后呢 要来做青蛙迷人的笑容 取适量的黑色黏土 先搓圆 再把它搓成长长的形状 小朋友们 现在用白胶把它们组合粘贴起来吧 先把绿色的身体 和黄色的肚子粘起来 将身体跟头贴好 再来是它的两只后脚 前脚也把它们粘上 就在黄黄的肚子旁边 左边一只 右边一只 两颗超级大的眼珠子 也粘上来 最后 帮青蛙加上开心的笑容 真是可爱极了呀 用刚刚准备的牙签 帮它点这个小鼻子 耶 我们今天的手作青蛙就完成咯 小朋友们 可以按着以上的步骤 一起动手做做看今天的手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